慶祝完小節 除了幼城北的雅公中 竟敢要來吃一粒鴨湯才有過節的氣氛 超頓頓的新鋒社區 今天就基本送鴨去館宵的晚餐 要這座社區的阿公和阿嬤 來感受過節的路線 尤其幫你收拾鴨湯 這料桌有夠難傳 大家做個製作鴨湯是特別好吃到溫暖 因為八十多歲的阿公和阿嬤 幼稚園的小朋友 大家合你來頓過送鴨湯 特別是廚師 我小姐還要夠了 他們家的鴨湯不可以做 他們家超頓新鋒社區 當我們社區老大人 自我來送鴨湯感受到這份甜品 我都沒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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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沒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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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很開心 你們很開心 很開心 團圓 我們在社區 這裡很多人 老的 很開心 慶祝我小姐 在傳統的這件 接著還有一條鴨湯 來鄉親道團圓圓圓 希望社區是團了五島米製作 阿公阿嬤大家來等起 有的送鴨湯 有的是堅菜 合你來煮鴨湯 吃平安 過新年要出湯圓啦對 我沒有 元宵捷還要提什麼 燈頭 提燈喔 你們要去看花燈 要 有湯圓進去 那我愛我 很快樂啊 等下要吃很多湯圓 這個燈也要吃 阿嬤帶這輩子來這裡到村子 給他們看一看 他們都知道過去的人都是很好做 不然現在的年輕人都沒有賣 所以就都不想自己做 我們自己做的比自己還好吃 還比較熟了 買的有的 黑白餐嘛 比自己吃的比較不健康 自己做的餚子 不然說了實在 吃了也安心 別煩惱慶祝的消息 希望下庫要準備 給大家做的餚子 分別來三個三十多號 比較小的家庭 安心這份溫暖和糟糕 記者 女星 彩虹博都